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电视机的普及化而成为历史 布袋戏戏班也因此走向没落 如今作国仅存的戏班 大致上都只在祭奠节日搭台演出 面对的几乎都是看不见的观众 不过 冰城近年来出现一个名为破浪布袋戏的戏班 这个由年轻人组成的戏班 不仅为布袋戏这个传统表演探寻了更多的可能性 也让布袋戏从庙宇戏台走到剧场舞台 破浪布袋戏戏戏班的团员平均年龄大约30岁 让人预想不到的是 戏班的前身只是一般为传统布袋戏做记录和研究的团队 七八年前 这个马来西亚非常著名的民族音乐研究者 陈瑞铭教授就召集了一般年轻人 叫做 开始在冰城民间采集一些布袋戏的资料 那么在整个收集这个资料的过程 他们发现到说这个传统表演艺术在冰城消失的比想象中还要更快 在兴盛时期的二三十团的布袋戏班 到了这个时候只所存大概五班左右 所以这群年轻人开始 包括陈教授开始在思考说能不能聚集一般年轻人做一个实验剧场 然后跟老师傅们学习布袋戏演艺的方式 所以那个时候2015年 他就召集自动道而想要参与这个学习跟表演的朋友们 成立了这个破浪布袋戏 教授这班年轻人布袋戏的 是成立于1930年的名誉凤掌中班 他们是冰城仅存的布袋戏班当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班 如今偶艺师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师傅 Govern4DK他们在做research的整个过程就发现到说 冰玉凤掌中班对于整个传统的保留 包括表演技术上面 然后戏台或者戏偶的保留上面都保存得非常好 因此呢 陈教授就觉得冰玉凤掌中班可以好好的让我们作为是新生代 学习这些传统表演艺术的一个对象 破浪布袋戏成立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让这个传统偶艺 摆脱不是演给神明 就是演给亡灵的标签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都选择在大众聚集的活动演出 可是后来他们却发现 即便把演出搬到艺术节或文化节的舞台 依然得不到观众的热烈反应 一开始我们向鲤鲤掌中班学习 这个布袋西操偶的时候 是依据传统的这个剧目来去改篇故事 然后做演出 那在2015年就有了 《路遥之马丽之天赐良缘》 第二年2016年我们有这个 《西游记之欢迎收服红台儿》 既然一开始我们在演一些传统剧目的时候 因为用的是非常传统的古剧的话 台下观众群基本上都不太听得懂我们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表演者和观众之间 我们开始少了一份的那个互动 于是《破浪布袋戏》 有了更大胆的创新想法 那就是把演出的故事内容本土化 他们创造出非华人的角色 并给戏友们换上了本地的服装 说辞也从闽南的古典文言 变成冰城人耳熟能详的 道地福建化和马来化 他们著名的剧目《谢后冰郎》 就是在这样的实验基础之下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剧目的创作 还有不安中文的人士参与 传续在《破浪布袋戏》 有很多大传统的故事和流传的故事 都使用了《旅行到北》 但是在《破浪布袋戏》 我们将在《破浪布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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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跟陈教授还有Jazz 我们一起从《破浪布袋戏》 去搜罗一些口述历史 根据这些口述历史 我们再把它篇入故事里面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 《破浪布袋戏》 一个主要的宗旨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可以把一些历史课本上面 看不到听不到的故事 从我们表演里面 告诉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你开始解释了 你感觉好 为了迎合故事的多元文化背景 他们也在音乐演奏方面 加入了马来音乐和西方音乐 身为音乐总监的江苏琼表示 给《谢后冰郎》创作音乐 是一项让他乐在其中的挑战 这些担心的挑战 这些《破浪布袋戏》 是我必须把各种音乐 在各种各种语言 我们使用的各种语言 在一刻 我们也必须把 马来音乐音乐 像《降噌》 亦为电脑的电脑 因为我们演出的现代故事 以充满音乐的富有巧思 富有巧思且创新的蟹后槟榔 在舞台上大放异彩 演出不仅获得本地人的好评 他们还接获国外演出的邀约 我最大的感动应该是在 蟹后槟榔翼的第一场演出 当天晚上都站满着人 然后陪着我们从一开始的演出到结束 那人群当中不单纯只是华人 而有不少的马来同胞和伊豆同胞 助教看我们的表演 所以我们选择更加清零 更加本土化的方式 来去呈现这个布袋系文化 语言不再是我们的障碍 当艺术可以跨出一个族群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真正才是做到一个飞广 我们可以做得到把冰城 马来西亚的故事 用布袋戏来去呈现 然后带到世界去 让大家看到马来西亚 看到冰城 如今新冠疫情的肆虐 重创了整个异文界 破浪布袋戏也无法幸免 取消国内外的演出更是在所难免 然而团员们并没有因此气馁 他们将这场疫情视为中场休息 并再一次地把重心转回到记录 和研究传统布袋系的工作上 正好这个疫情 让冰玉凤长中班的老师部门 有时间停下来 休息下来 那破浪布袋系 正好掌握住了这个时间点 跟冰玉凤长中班的老师们 做一些录影的收集 我们希望说 在十年 二十年以后 这个表演艺术 老师部门的技能 口白 或者是音乐的部分 可以出现在我们眼前 面对时代和科技的挑战 传统布袋系 在时间的浪潮中逐渐远去 然而破浪布袋系的成立 无疑给这个传统偶戏 注入了新的生命 他们让布袋系摆脱了 不是演给人看的标签 他们更透过这门传统表演艺术 给现代的人细说冰城就是 前线视窗 采访报告